有一个人到佛陀面前,他去哭诉,他说,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,佛陀跟他讲,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布施啊,这个人说,佛陀,我是一个穷人啊,我怎么布施啊? 佛陀跟他讲,一个人即使没有钱,也可以给予别人七件事情的布施,第一个叫严施,就是你的面容布施微笑,让别人看到你就感觉到很温暖。 第二,叫严施,语言布施,把别人说得非常的鼓励的话,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对他的温暖。 第三,叫心施,用自己的心,畅开心肺,诚恳待人,帮助别人,让人家感受到一种爱。 第四,叫眼施,就是你的眼神,可以用善意的眼光,让人感觉到温暖。 现在的人,眼光冷冷的,看见别人,就像看见恶人一样,伤害自己,又伤害别人。 第五,叫生施,身体的布施,就是你以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别人,去让别人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爱。 第六,叫做施,想一想,我们外出乘船,坐公共汽车,将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,也是一种布施。 还有,王师将空出的房子提供给别人休息,帮助别人。 佛陀说,你如果能够做好这七件布施,好运,一辈子就跟随着你了。